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第一个要访问的是 陈勤凤师姐 陈勤凤他很谦虚 他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在11年前的时候 他遭受到人生非常大的打击 在鬼门关前走一回 后来认识了李教 在李教经过他的努力 现在成为李教 非常倚重的维摩金师 那我们现在就想先听听看 他当时是怎样 走过这个鬼门关的 好 各位大家好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 这11年来的心路历程 那就让时光到回11年前 其实在那段时间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间 首先在 在还没有发病之前 我就首先遇到 婚变 因为观念的不 不合 所以呢就走上了离婚之路 那原先我自己 其实是一个 就是隐隐美带子 闲闲美带子 在家就是当家庭主妇啊 就是很简单的生活 突然遇到这种 这个变故啊 我就只好赶快投入职场 所以想当然在面临到 家庭工作小孩 因为我有两个女儿 所以那时候他们都是 在小学的期间 所以呢我曾经跟女儿说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时候 妈妈绝对会站在你们的背后 不管你们什么样的活动 我都会 一定会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的时间 其实是 非常紧凑 说实话也没有 没有办法难过啦 就马上就要赶快收拾自己 投入职场 那到了 没有这样子就顺利了 开始又是 小孩子之间因为小嘛 所以又叛逆 所以呢常常有一些 吵吵闹闹 然后遇到工作呢 工作呢 我这人很厉害 我到哪里 过了几年就 就会被治钱 所以呢常常工作不顺 然后呢 家庭的状况颇多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是还蛮难熬的啦 那我会发现到 我离癌这个时间 其实是非常特别 是在民国99年的 12月24号 圣诞节的节系 记得很清楚 是是是是 因为那个实在真的是 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 那一个健康健康的关系 我就突然被告知我离癌了 那时候想说 哇那怎么是我啊 因为我很健康 又打太极拳啊 生活过得很简单 然后吃得也很注意 那因为这样子 以前啊 讲到癌症 就是文癌色变嘛 就是你是绝症 所以呢 其实 来不及去思索 这些很多的问题 就赶快的投入 就是赶快找医生 还好有很多贵人相助 我在 很快的就 因为朋友的介绍 就到台大去就医 那很快的就在 100年的1月11号 那时候不曉得 傻了呢 还是胆子太大 我自己就拎着一个包包 就去医院住院了 你不是还有女儿吗 女儿那时候刚好就是 也就是要升学 所以发挥抹爱嘛 就说你们不用来 我就说我只是去做个健康检查 我还骗我小女儿 所以那时候小女儿 我们出 我要出门那一天还跟我吵架 你以为生命就了不起啊 然后她就奔而夺门而出 那我就觉得 只能把心中的这种难过 暗奈下来了 自己就拎着包包到 就是去台大去去就医 那就医的时候很特别就是 问医生我怎么了 不讲话 然后这个人来会诊一下 来内诊一下 那个人来看一下 说你去内诊一下 内诊完总是一阵沉默 然后都不会告诉你是怎么了 所以那时候我很害怕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会怕 你现在还好有人说 有事情就打电话给立方师姐 我们那时候只能是 就自己独自面对啊 自己闷闷的 对对对对 所以护士看我也觉得 怎么 对我住了两天之后才开始开刀 那开刀很特别 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家人 我是请我女儿的老师 来帮我签那个 就是开刀的同意书 那开完刀之后呢 因为我有一些器官的一些 我是离的是卵巢癌 然后那个时候呢 因为有一些就扩散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有器官的摘除 那时候曾经我的 那个老师跟我讲说 秦某你知道吗 你曾经就要造人工肛门 摸一摸自己 没有耶 还好不幸中的大刑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因为有开刀 又有一些就是拆除 所以我住了整整快二十天的院 对对对 那从开完刀之后 就是确诊开刀之后呢 我就常常会 不晓得是因为吓到还是说 心里面有不安 就很害怕 所以我每天晚上大概都睡不着 压力一定很大 是是是因为也没有人说嘛 也不知道跟谁说 那只能说你好不好还好啊 这样怎么还好啊 还好是我在对台大那时候 护士对我的一个评价 你怎么都还好 都是还好 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嘛 那如果这样子要说这个期间 我觉得我在医院 就是住院这段期间 我有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 我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 哇好感恩 而且圣灵充满的那一刻 我不是每天都睡不着吗 有一天呢 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的时候突然间 我的天花板就好像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 万花筒一样 就天花板就开始起了变化 我想看着天花板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 扶置心灵 就对着那个转动的天花板 就开始祷告起来 发愿啊 我那时候是这么说的 我就说 老天爷啊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的机会 我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好好爱自己 那我没有好好地面对我自己的人生 如果就这样就走了 我觉得我好像对不起我自己 所以可不可以再让我 有一次机会 让我来好好爱自己 然后好好来为自己活过一次 然后呢 有这个机会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 本身的经验呢 来分享给我周遭的朋友 让我跟我这样子 同样状况的人 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走足无措 让他们因为我的故事呢 或者我的遭遇 能够走出困境 找到自己的路 那我就这样子 在这个机会点赞我就去发了这个愿 那很快的 后来发生什么事 后来发生什么事 就是出愿之后呢 就化疗啊 在这期间都还蛮好 但是呢 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 我的第一个贵人就出现了 那贵人其实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就是殷喜珍小姐 那她因为朋友 要找来朋友聚会 可能又为我打打气啊 鼓励鼓励 那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其实头发都掉光了 我也没有去戴假发 我想说好不方便 我就戴个头套 然后呢神情憔悴的 自己本来觉得 觉得自己好像本来很好啦 其实那时候其实还蛮憔悴 我就去跟同学聚会 那时候是觉得说 我好像再见你们 再见他们那一次 我就可能下次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 悲怆的心情 想说去啊 对对对 跟大家化别 我要跟大家say goodbye 跟这个世界say goodbye 因为那时候 不然以你的个性 其实你应该不喜欢参加座 是啊是啊 因为觉得那种活动 要说什么 要说好 而且自己的心情也不是那么的 那时候她在期间 就一直很关怀我啊 然后她就跟我提出 那你要不要来我 我现在的佛堂 她就介绍了一下 那天很刚好 也是我们中元节 法会要收谈的日子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元节法会收谈 常常会遇到大雷雨 那一天也是一样 她就邀我去 那我本来就是一个素人 我对宗教一点都没有就是不清楚 所以当她邀我这件事的时候 我其实就觉得婉拒 而且又下雨 那身体不是状况很好 那我不要去 她有去 然后呢 后来透过电话跟我联系说 秦峰秦峰你知道吗 我会恭喜你 我说恭喜什么 因为那时候觉得喜悦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难的 她就跟我讲说 我们老师说你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那时候我就心里 就突然间 就是当了一下 就怎么有可能 那个老师没有看到我 只是听他叙述 就说 我的状况越来越好 因为我的医生 我问他 我怎么样 他就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其实是有一点点可怕的 好像我要 对状况很糟 因为我的癌症的这个是2B 所以是有点扩散 所以其实 状况没有说非常好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就觉得 我很好奇 我在第二天 我去联罗堂了 对那天很特别是在 想看看这位神奇的老师 对对想看看 你没听 你没有看到我 然后没有跟我相处 你怎么知道我的状况 我就想我来了解一下 因为那时候离犯病之后 我对这种 我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我要找我人生的路 我很渴望 我想找到一个 让我能够安顿的一个感觉 就内心一直觉得 很担心很害怕 不知道何去何从 对那一天来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金进州的第二天 8月9号 记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要上课 我们就 刚好那天 来的时候呢 我就很快就看到教宗 教宗就做一声白 教宗就是你说的老师 对对对就是老师 那非常亲切 然后呢就很关心我 了解就是关心我的身体 那跟我以往再去很多 各大山头的一些 就是宗师来说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向来我们是看不到 各大宗派的宗师 那教宗身为一教之 就是的知主 非常的亲切 而且非常的平易近人 对于我这个 刚来到里教人 我就哇 倍感温馨 觉得这里的地方我好喜欢 好像对教宗也有一种 莫名的亲切感 觉得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那天刚好是礼拜二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 就留下来上课 那留下来上课呢 教宗通常都会就是 会给新来的朋友 我是新来的朋友 就给了我一句话 一开口就说 老天爷说 就要给你一次机会 我那时候吓一跳 我心想 你怎么知道 我在病床上自己 发愿了这件事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 对 所以那时候感觉上 哇这个太感觉了 太殊胜了 怎么会这么特别 你怎么知道 就教宗怎么知道我的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我内心有一种 我找到了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留在离教 开始上课 然后开始学习 对 这是我的一个 因为教宗回应了你 就是老天爷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 所以你就想试试看 是 那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 那当然没有啊 这个 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 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是 碰碰撞撞 我记得我是在 我要 我的学士地址要晋升 记名学生地址的 当天那一天 仪式结束完之后呢 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妈妈妈妈 楼下的邻居说 我们家的浴室漏水 楼到他们家浴室去 我就想 哇这个法证也来得这么快 是不是 我吓我一跳 对 然后呢 也是很快的就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知道漏水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好处理的事情 对 那这个期间呢 那因为漏是漏在我家的邻居嘛 所以常常邻居就来问我说 哎呀 这处理的怎么样啊 要怎么办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是很努力在找 可是呢 在找的当下呢 我有一天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有点点不耐烦的跟他讲说 哎呀就是已经在开始找了啊 你不要急啊 怎样怎样 就把他很快的救 因为那天就是 也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事情 事情多 心情不好 找不到漏水的地方 有点 就是厌烦 就是有点烦躁 所以呢 那天呢 隔天呢 的早上 我就 一早就被个门铃声给 就吵醒了 就是 楼下邻居的 就是他的媳妇 就起来 上来 指头鼻子骂说 你怎么可以对我婆婆 他说没礼貌 我心想 什么叫没礼貌 他说因为 就是你漏水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你还对我婆婆 不遵 就是讲话 不客气 以我以前的个性 我一定会跟他吵回去 我又想说 我也不在处理人吗 你在叫什么叫 对不对 可是后来想 我就 也上了几年的课 那时候是 上课上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那时候去 勉强把 深呼吸 对深呼吸把怒气压下来 仔细想一想 那我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对呢 后来我想想 好像有这样子 面色难看的对待他一下 所以我就很快的 就赶快跑到楼下去 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我说 我 我已经在处理了 可能我在 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 没有把我的心情处理好 所以不好意思 造成你的困扰 我会赶快处理好 那希望你不要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我保证我会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对对对 所以事后呢 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邻居 现在变成好朋友了 对对对 那他还跟他媳妇说 以后不要再管这个事 就以后我跟这个 就是陈小姐联络就好了 你不要再管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 也因为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也能够信任我 所以我们就处理好这个事情 这样子 是 不错 是啊 比如说你那个时候 好像只要是一升级 就会经过 就会有一个法证 是 每一次都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晋升到那个 记彼学生 就是 不好意思 这个状况呢 就会有这样子 常常会 一晋升就考核 一晋升就考核 其实那时候心里想说 当然也是很开心 好像这样的法证 也证明说 证明自己有在进步 可是心里面不禁会想说 怎么修行 不是修行会变得快乐 然后生活平安吗 怎么这个事情变了这么多 怎么还是给你那么多的观念 是是是 就变得有一点点 常常心里会 也会 起伏 然后上上下下 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不瞒您说 甚至会有时候 会觉得有时候 那先不要修好了 反正这样修 我就 我都不要动 反正就比较不会有考核 对 那你是怎么突破这个撞墙期 这个撞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 让你印象深刻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是 非常感恩的事 那 这个事情呢 如果是一个契机的这样 转折点呢 我是在103年的10月14日 我这个日期因为都太特别说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因为佛堂就是要到普陀山出任务 所以呢 我们就搭船 要去普陀山去记起一个就是 就是有 就是朝圣大朝圣的命地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是坐船嘛 那天好巧不巧也刚好遇到台风 对对对对 那我记得 就是我们普陀山的船呢 是下午5点钟开船的 那时候还很开心 因为我之前有搭船的习惯 所以就没有吃晕船药 所以有那 之前搭船没有晕船过 有先吃过来都没什么事 这一次觉得好像 应该OK 对应该不用吃 所以我就还到处去串门子 因为我们去的人还不少 然后呢5点多 出港不到一个小时 就觉得有点不太多 因为风浪有点大了 遇到台风嘛 哇真的不哭不啰嗦 到半个小时我就 我就躺平在床上 因为已经开始晕船了 那我是从 前天就是5点钟 晚上5点钟进 躺在床上躺到隔天下午的2点 我才起得来 中间都没有人去 没有发现你有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那个船可以 我都觉得我们好像遇到 铁达尼号的那个乘船事件 对那真的很恐怖 船呢上下的这样子就是起伏 然后呢 那个就仿佛那个船都快断掉了 后来听说这个船员还说 他们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风浪过 对对 所以这个状况我就只有 躺在床上呢 只要起床就是抱着垃圾桶 2 对 但是可能内心里面 我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感觉 就觉得说应该是我要去朝圣 所以我也要做一个进化 所以除了告诉自己要不断的念佛号之语 我那时候好像没有一丝丝的觉得说 退转觉得 哎呀我这次干嘛 招谁惹谁 我来参加的活动 从来没有 会觉得哇我好难得 我一定要把握住 祈求拿过本师圣中谷 不要让我死在台湾海峡 哈哈哈哈 对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是有这样 然后 那这个过程呢 因为我们是到 进到普陀山去朝圣 因为他是坐船去 所以他是 早上8点 到下午的2点钟 这个活动就要结束 那进了普陀 他行程很赶 非常赶非常赶 而且我们要跑好多个地方 大家去过普陀山都知道 他有很多的名胜古叉 让我们去做这个参访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在 其中的一个寺叫普际寺 普际寺里面供奉的主神就是 彼如观音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南某本师圣中谷佛 那我这个人以前来说 我其实是不容易掉眼泪 那一天很特别走进了普际寺 看着这个 应该有二层楼高的这个圣中谷佛 看着他 那个感觉就好像 他说孩子你来啦 对啊 看着他 哇 百感交集 那个人生就好像跑马灯一样一直跑 我看着他眼泪狂流 想说 身中谷佛真的是千辛万苦啊 这个才能够来到这里 那过往啊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 就给我打击的时候 甚至啊 连我自己都要放弃我自己的时候 你从来都没有放弃我 那心里面就觉得 怎么自己能够有这个机会 遇到这个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好像是一直有一个默默的手 守护着我们 只是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是孤独的走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 其实并不然 其实圣中谷佛从来没有遗弃过我们 对 只是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在当下这样子的哭 我觉得是有一种好像是 喜敌吗 也是喜敌 然后 那个内心里面没有埋怨 只是觉得一种释怀跟接受 原来过往的风雨啊 都是砥砺我们自己 也许圣中谷佛就是老天爷留我这条命下来 我是需要去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应该去做 就是一些小情小爱啊 一些小人士的互动就打垮自己 对于我来说 我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 所以因为这样的契机 从普陀山回来之后 我对我自己的修行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看法 就是重新把脚步再去做 就是调整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在很多事项上面 要能够去很宏观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因为今天 哎呀这里不顺 那你不舒服 我就去打退堂鼓 我觉得跟我当初想要让自己 重新来过了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有点点好像走偏了 所以莫忘初心 是的是的 其实听着秦梦师姐的分享 然后就会想到那个画面 就是当时你在医院很无助的时候 然后对着这个天花板 祷告说希望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 可是最近在听你在课堂上法布施 还有法会上法布施的时候 其实就有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你已经在做 你当时跟老天爷许下的这个愿望 已经在红法 然后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其实是可以帮助到很多 跟你状况很类似的一些人 对所以其实你已经在做红法的工作 谢谢 谢谢 确实是如此 对 所以这个状况会让我觉得有点 就是人生就好像道吃甘蔗般 就是过往的一些就是风雨 都是我的福德之粮 奠定的我走到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足迹 对 一步一步的走过这样子 突然回首过往 觉得好感恩 是 所以这时候想到课堂上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凡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 而其结果 必将有利于我的修行 是是是 那未来在礼教 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的你想要扮演的角色呢 之后在礼教的任务 我想呢就是可能在 我已经来十一年了嘛 我前十年是在做足迹的工作 就好像我是在奠定自己的基础 当然现在还是要足 还是要去充实自己 那在第二十年就是第二十年的启动开始呢 就好像我们 我们礼教现在有个新的里程碑在做启动 那等同我自己也是在做一个新的里程碑的一个就是奠基 我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在很多面向上面能够能够做一些准备 不是只有在佛堂好像就是当然佛式的这样子的这个服饰呢 我们继续要做 但是礼教的脚步呢 越来越广越来越快 那我们应该赶快把自己提升起来 不仅在佛堂内部呢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很称职的就是修行弟子 我们外出去弘法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很称职的把我们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就好像现在我们文中师姐也好 很多师兄师姐出去交流的时候 都能够把礼教的好跟礼教的优点 介绍给大家去认识跟了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子肩头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在很多事面向上面 跟着学习慢慢去把自己的优点就是发掘 然后让他去成熟 能够用在真正轰发立身的大业上 是的 齐某师姐其实很棒 因为他之前也分享过说 他其实把自己当作一个生命的斗士 是有一部书还是有一个电影叫做为自己出征是吗 有一本书 是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你对这本书的感觉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自己的就是所遇到的问题 好像都是别人造成的 后来透过这样子的 不管修行也好 我这本书给弟子的启示 就给我的启示 忽然觉得 其实所有的这个困难跟障碍 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是不是我们的观念 或是我们的认知 或是我们对一些过往的 他一些错误的期待 所以会造成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观念上面的没有办法一个一致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怨对埋怨 有些不平不舒服 就一直把自己卡在那个当下 其实有时候想想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 射了自己太多的一个 我们的地雷太多了 所以透过修行之后呢 发现为自己出生 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要常常去把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束缚啊 跟框架一个一个的拿掉 当然也没办法 一下子就好像把自己拿掉 因为这个都要经过时间的淬炼 你现在也许没有办法那么的完美 或是那么的如你自己所愿 那我觉得那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总是要从很多历史练习 一点一滴的看到自己应该是往哪边走 也许它的方向跟你的方向是不尽相同的 其实都是要 以自己内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感觉 自己去做一些实修实证 才能够从中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我觉得为自己出生这本书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很适合大家 这不是修行啦 就是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这本书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跟启示 是的 那最后如果要分享一句话给大家 那秦宫师姐会想要分享哪一句 我想分享这句话就是 永远记住 主师与师永远与我同体 会分享这句话呢 其实我觉得我一路走来啊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 我好像是孤独的一个人 其实并不是 我们都是圣中古佛手上 就是那一个独一无二的宝贝 是我们自己让看清自己的 其实在圣中古佛的 南无本师圣中古佛的眼里 我们都是这么的独特 这么的唯一 我们必须要活出我们自己的色彩 而且呢 他总是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当你觉得困顿失望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好 可能也是一个让自己 能够改变得很大的机会 就好我们全身心的相信 南无本师圣中古佛的安排 我相信我们会走出自己 属于自己的人生的一条路 谢谢秦梦师姐好棒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秦梦师姐的分享 那就是谢谢 谢谢大家